绝了 我见过下大雨打架的 下大雨打仗的 求医的 求要的 谈恋爱的 捞分手的 下大雨时间倒流 能回到过去的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 回到过去了怎么办 当然是要重返未来啊 重返未来1999讲的就是破解暴雨 回到未来的故事 我去找星期的时候正好碰到倒计时结束 地上的水滴开始倒流 与其说是水滴不如说是水团了吧 水团在狗着食指一起飞向天空 用石头雨画出一道道厚重的雨线 暴雨把人们吞噬 也让时间从1966倒退到1929 到底是什么样的暴雨才能让时间倒流啊 这场暴雨到底有多大 我很好奇 二次元游戏的雨当然要和二次元对比啦 我直接找到了天气之子 咽掉东京的那场雨 炎炎之亭小亭子的这场雨 千语圈寻活生洗澡的这场雨 龙帽等公交车 鲑鱼公主海上奔跑下的雨 还有自来野鱼影村的这场戏 阿拉巴斯坦九汉冯甘尼 计算雨的大小很简单 我很久以前参考OpenCV三针插法捕捉运动目标的理论 提到过不如用三针插法来求雨 老粉们应该知道啦 以前咱研究过电视剧 不过因为其中演员的关系删除啦 今天咱就直接来算游戏中的这场暴雨到底有多大 这场雨直接给星期看呆啦 我连续截了三张暴雨的图片 向你两张灰度处理 利用艾布斯蒂夫两针做差 再取交集就得到了雨滴的轨迹 选取较为密集的方形范围 雨线占比11.35% 这场雨和我们常见的游戏UV的暴雨很不一样 雨中的石头轮廓很大 而且雨线也很粗 这11.35%相当于生活中多少毫米的雨呢 天气之子里东京数十年一次的毫雨超过了150毫米 这个背景移动且模糊不好测算 樊高找到杨菜之后下了这场雨 下了三年直接把东京给淹了 雨点比例17.16% 直接排到了第一 如果降雨量和雨点比例城镇相关的话 那么龙猫等公交排在第二 也是大暴雨啦 波流带来的暴风雨排在第三 折合123毫米 游戏里面能回到过去的石头雨 如果按比例平摊成细密的雨线的话 相当于99毫米的暴雨 这些大水团子真厉害 合胜来戳早这级的雨折合56毫米 排在第五 火影之来也遇到的是31毫米的大雨 炎炎之停是21毫米的中雨 海贼王阿拉巴斯坦下的是19毫米的中雨 以上的测算仅供娱乐 毕竟只是某些画面推算的结果 如果持续不断的下 那么数据还会更高 比起普通的暴雨 重返未来的暴雨 还能让临到的人原地消失 小时候下暴雨 威尔廷失去了铜血 长大后下暴雨 威尔廷又失去了史莱德 我可是还一直记得 我老婆右侧的心跳声啊 我不要吃橘子啊 树上有15个橘子啊 栽了两颗橘子 就是两颗射向史莱德的子弹 怎么大血涨啊 小史莱德把橘子皮包开 这个橘子一共有8半 史莱德每次一半都发出了一声悲鸣 加上开始的两枪 史莱德在背后开了三枪 威尔廷和史莱德 竟然互相开了十三枪 而在幻境中的我 居然只是觉得橘子有点苦 痛 太痛了 娇艳狂野敢爱敢恨 一心赴死又死而复生 最后被暴雨吞没 怎么会有这么刀的角色啊 史莱德的故事让我鼻子一酸 我老婆14行诗 一本正经的样子 又让我会心一笑 每次有他在的时候就很心安 要说重返未来里面哪个角色让人最开心 我首推庄园公主束不比 他的性格太讨喜了 古灵精怪又活泼善良 就像你身边有个天真热情的朋友 围着你闪闪发光 遇到敌人我直接开大 一马车的魔药冲向对方 我选取间隔四针的两张图片作为参考 一般马的平均高度为16掌宽 大约163厘米 也就是四针跑了18.86米 速度干到了141米每秒 也就是508千米每小时 这个速度比高铁都猛 就是物理冲撞都能直接把人创飞 更别说是满车的魔药爆炸了 好家伙 这游戏的技能做了个动画一样 搞得我把其他的角色技能都过了一遍 星体宝贝直接打迭开party了 还有中式的诡异风格 白夫掌还在悬崖边玩了一把密室逃生 不说了不说了 我去玩游戏了 我是专人穿下3 我们下期再见